大哥你好 看車嗎 客人遠從屏東來到桃園 就是指名要買梁子謙賣的車 四萬公里的公里數 其實在這台車上算是非常的少跑 梁子謙才30出頭 已經接手家中的二手車行事業 靠著他跟朋友開發出來的手機APP 找尋二手車 事半功倍 它會跳出離你最近的那台 你鎖定的車子 我們可以直接按導航 它就會帶領你到最近的那家車行 梁子謙在台北曾經是 月入兩萬八的媒體工作者 每個月扣掉房租跟伙食費 幾乎打平 讓他根本不敢想結婚生子的事 三五年之內 可能也不會有多大幅度的變動 那未來可能有成家 有小朋友 那這樣子的薪水 是不是能夠養一個家庭 不想再過這樣的日子 梁子謙回桃園 接手父親經營25年的二手車行 有了網路族群課程 車行生意起死回生 他的收入也多了三倍 整個在網路課上面的評價 這是以前我們五年級生 完全都沒有接觸到的 同樣回到家鄉 七年級生陳書維經營咖啡店 之前他頂著碩士頭銜 在台北跑業務 歇水入不敷出 陳書維乾脆回家 做自己喜歡的事 雖然收入沒有比之前在台北多很多 又要負責成本管銷 但這是興趣又能交朋友 陳書維乾脂如遺 返鄉創業讓這群年輕人 看到了自己的未來 就有劉志願陳文輝 桃園彰化報導